我之前在德國是在柏林的柏林自由大學研究所 因爲博士大學 我也是DAD展學生 但是這個是已經十年前的事情 我是從2010年開始拿德國聯邦政府的我展學生 然後到柏林去念博士版 我在高中之前對德國幾乎是力無所知 我會聽到說德國有能力的品牌 比如賓士、賓士教育這些有能力的品牌 所以不斷地不斷地去接觸這些德國的資訊 我就覺得說德國應該是想要去探探的地方 那我的研究機構IPF 它簡稱叫IPF 它主要有五大品 主要都是做高分子 像高分子材料、高分子理論、大分子化學、生物性的 還有物理的高分子這樣 那是它的主要的Main Building 那它其實是一大片的 我的研究所是在司徒加特念司徒加特大學的 那剛剛有提到我是念一個國際學程 那個國際學程叫做Infotech Infotech它有包含四個主要的項目 第一個項目是大概是有點偏向是通訊電信方面的 那第二個項目是嵌入式系統 第三個是光電 那第四個就比較偏資工方面的課程 那這個課程呢 它主要是英語授課 所以它所有的課 就算不會等文 其實你都可以在那邊吸收到很多知識 那在畢業以前就需要把所有的課都修完 就是在寫若文以前必須要把所有的課都修完 如果是沒有工作經驗的學生的話 其實需要先做半年以上的司系 然後才可以再去寫若文 然後才能畢業這樣子 請您在當地有沒有碰到一些 你覺得跟台灣很不一樣的 你比較不太能夠接受的 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去適應的一些 不管是文化啦 或者是人際方面啦 或是食物啦 但是我們剛剛看了很多 那其他的一些什麼方面 有沒有碰到一些什麼困難 不管是在學習 或者是跟德國相處的狀況下 德國是比台灣很開放 我想大家應該都有耳朵或是自己有去看過 那到底如何開放 我第一次去德國的時候 我是去慕尼黑看到 就是我們 那時候是我畢業旅行 我們兩個男生在走到那個公園 大公園 突然往左邊一望 天體 那時候我第一次看到 哇怎麼會有這種 這個就是光天花日之下 一堆那個上百人 就是在那邊曬太陽 我覺得德國和我想像中 差異最大的是 他們德國的文化非常掌求做事 就是要按照自己的速度去做 所以常常可能在和政府機關在辦事的時候 會需要花很長很長很長的時間 就是比你想像中還要再長很多的時間 那當然也不只政府機關 像是我自己在找工作的時候 就是我覺得找工作和 就是你在台灣可能很難想像 就是明明一個好好的大學畢業 但是就是需要投到這麼多份履歷 然後才可以找到一份工作 那或者是可能同樣的工作 就是我可能丟了履歷 但是他可能會在我已經找到工作後 他才會我說 我們還有缺憂你要過來嗎 就是他的耗費的時間會超過 我們平常在台灣會想像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如果需要到等文念書的話 就可能面對這種比較緩慢的生活塑料 互調的話 可能需要偶爾的放下心中那種很緊張 很想要控制一切的那種衝動 我的話因為在Dress的 他相對於比較保守 所以其實你剛從Hop放Hop出來 你就會覺得那邊真的比較不一樣 然後因為他們那邊老年人比較多 所以你剛下去他們看到你外國人 就會先checking you out 就是像這樣 所以你就會覺得自己應該要 遇到因為我剛從美國過去 所以我的感受會更明顯一點 那當然就是過一段時間 你知道了有這樣子的問題就沒有了 然後像剛剛學姐說的 因為我們那邊技師他有一半 有的是全職的有的是半職的 那他半職的7點到大概到11點他就下班了 他也不會管你說你進度很趕還是怎麼樣 可是我們亞洲人的心態就會覺得說 他今天沒有做完不能下班一定要做完 可是德國人他們覺得你幾星 就只給我到這個時間所以我就下班了 我也不管我有沒有做完或是你敢不敢 所以我們在做實驗的時候你一定要充分的去跟技師溝通 然後做友善的規劃 因為他們的步調跟我們蠻不一樣的 那其實你心裡乾著急 對你自己把不快樂也沒有幫助 所以我覺得實驗真的要好好的規劃 在這段時間你們在德國去求學之後回到台灣 你們現在回想在德國這段時間 給你最大的一個價值 對你的人上有什麼樣的最大的一個改變 有沒有什麼後悔的地方 我不該去的 或者是有最大的一個價值 我真的覺得這對我人生來講有很大的改變 在德國的社會就真的還蠻自由的 所以我覺得你到了那邊就會有一種 完全從鳥籠中間放出來的感覺 就會覺得哇我可以做很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那沒有人會特別去阻攔你說你這樣做不好 或者這樣做不對 那反而就會讓你激發出很多不一樣的想法 所以我其實還蠻喜歡這一點的 那另外大家都不會特別去干涉你做什麼事情 所以你就會反而會更勇敢的去做很多 平常可能不會敢去做的事情 而且你會更加的為自己的權利然後去爭取這樣子 我想各位應該都有聽過德國人怎麼樣被描述 應該是一百億人對不對 但是這個我覺得可能稍微有點刻板印象 他們做事的確是很認真 那也是也是照標準作業程序就是SOP去做 這個是一定的 因為這個可以讓他們做的事情很有效率 你知道一發生什麼事情不確定他們就是照認真 所以很認真 那這個就是我覺得就是台灣跟德國做事很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大家去就要有幸福準備 大大小的事是半部就班SOP 對 以前輩的一個身份來說就是你們剛從德國回來的校友 或者是以前曾經在德國念書回來的校友 想要給我們在座的同學怎樣的一個建議 如果他們要去德國念書之前 我覺得德文一定要會 沒有德文真的很難 因為你要去超市買東西 你要問路 你要跟司機等等 各式各樣的意義都是用德文 那甚至我在遇到外國人還問我問題 問我路 他還是用德文問 即使在柏林這麼大的國際化的都市 德文還是非常重要 因為你一定會出去玩 你到鄉下小鎮 英文應該也是沒辦法 所以你要去留學 尤其是要在那邊生活這麼久了 德文是一定要具備的 我覺得應該要再更加強一點 就是如果是你要去找工作的話 我覺得你最好你的德文就是可以到你工作場合上面都是講德文的狀態 所以我就覺得如果你的德文就是已經好到一定的程度的話 那其實你相對你申請的學校也可以多很多選擇 那你可以找的工作其實你也可以多很多的選擇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機會的話 最好把德文貼到很好 最好把德文貼到很好 那一位教授 那你們有沒有嘗試過其他的選擇 那就是有沒有相關的經驗可以分享 這樣子 就是如果在DAD名上的情況下 你們當什麼想要有什麼備案 對,因為我就是申請就有 所以當初也沒有再去找別人 但是我知道德國還是有其他的獎學生 譬如說紅寶獎學生 那個也是蠻錯的 那還有那個 那個Max Planck Max Planck 他是有獎學生 不過那個門檻更高 他可能是要高階的研究 或是你跟真的很接觸 那個很等級不太一樣 所以我就只有DAD的經驗 我可能還是補貼一下 我們德國學生橋的重新DAD 是全世界範圍最大的 講學鏡辦法講學鏡的機構 但是我覺得 我們並不是德國唯一的講學鏡機構 還有很多剛剛提到紅寶 很好的一個講學鏡 我一定能拉 我一定要拉 所以有好幾個辦法 除此之外 有的博士板 有的博士老師 他可以給你一個固定薪水 所以你有薪水 你不能兩個都拿 要麼是強行金 要麼是薪水 然後 德國才讀學生 讀學位的學生 他都允許打工 但我們DAD的講的是 我們希望你 主要是在你那邊 認真的讀書 認真的做你的研究 所以我希望你先不要 打工太多 可是你政府允許你打工 所以你可以通過打工 來補典你的生活費 所以你可能還有一些別的經濟來源 你拿講學鏡當然是最棒的 最好的狀況 因為講學鏡它真的很大方 它除了它送人去學校 它還有租屋基貼 然後還有幫你付健康保診 還有那個來回基掉的費支 不用任何利 就讓回來 我再補充一下 特別是比如說 我們DAD的講學鏡 或是講學鏡項目 它一個基本餘兒 一個基本錢你一定會拿到的 然後它看你的條件 你可以而來的多神經一些補貼 比如說德國某某些城市 生活費很貴 然後你給他 你看你的那個合同 說我的房子要交多少錢 那可以到外來給你補貼 如果 特別是國際階段 你已經長下了 你有孩子 你可以 太太還是先生 一起過去 還給你另一個人的生活費 孩子的 學校費之類的 它都可以給你補貼 所以 有的時候 DAD的經濟不過 1200元 其實 它已經包含藝衍保險 它包含原廢的德文科 然後它還額外 安全力的條件 可以多給你錢 其實是相當不錯的一個套餐